哈喽大家好,我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是想和我们有关的朋友 带来一个基本上就是由我们这样的一个半针 就能够勾制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看的毛线围巾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的勾针的针角非常的整齐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的话呢,是来自于毛线本身的一款渐变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跟大家再来展示一下 整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它是由粉色渐变到我们的紫色 然后它的颜色的渐变也是非常的舒适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小的毛线了 它叫做Tristus Stickgang 然后它一卷的话呢,我们是一块五毛五欧元就买到了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是这种暖色调 或者是从这种粉色呢,去给它渐变到我们的紫色 然后它这一卷的毛线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瘦小的 它里面是100%的人造纤维 适合的是我们4号到5号的一个勾针 那我们这里是先从短针开始 然后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这里已经是有三个了 然后这个是13帧 然后这边是它有它的这个基础的颜色 现在我们是先来勾置它的第一个短针 然后这边的半针呢,是去给它这样勾置过来 这样的话呢,是把它的线去给它拉过来 再去给它去进行一个拉线 然后这里的话呢,还会有另外的一个这种结构 大概就是能够这样看出来 然后这里是有它的一个勾线 拉线 我们呢,这里的话 它会把它勾置得相对于其他的 我的这个围巾的话会稍微的紧一点 但是的话呢,也不需要勾得特别的紧 要然整个围巾的话会非常的硬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给它这样拉过来 然后再把它的整个这个外面这排呢 都是给它这样勾置过来 稍微的拉一下它的毛线 然后这边再继续的去给它拉线 然后这边再继续的去给它拉线 就是完全的去给它勾置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再继续的两个 两个短针是往上进行勾置 然后这边的话呢,都是要这样给它勾置过来 然后再去给它勾置过来 然后再去给它这样往上勾置过来 整个的话呢,我们都要把它这样勾置过来 然后它会变得颜色更加的鲜艳一点 我们这里呢,是可以把它勾置到最后 可以看到它这里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也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下面的话呢,是它这个深的肉粉色 到了上面的话,是这种粉色 以及到了最上面上面的话呢 就是它这种渐变到了我们的紫色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它的毛线的话呢,花纹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那它这上面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柔软一点 那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呢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